2013年2月25日凌晨 澳大利亚纽卡素市的紧急报警电话响了 报警人急匆匆的说呀 说邻居家里边吵得特别凶 声音大的呀惊天动地的 让警察们赶快来看看是怎么回事吧 警察们本以为这不过是一场家庭小纠纷 结果到了现场啊 这一个场景直接把他们给震住了 一位女士呢倒在一片阴红之中 脖子上啊还深深的欠着一把厨房切菜的家伙 旁边呢站着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士 神情异常全身颤抖是一言不发呀 就这么直直的盯着这惨不忍睹的一幕 警方啊马上就控制住了这个男子 同时呢叫了救护车 但是悲剧已经发生了 地上的女子啊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 法医检查后发现受害者身上有超过60处刀伤 作案手法极其残忍 审问中呢男子自称是王兆云 一名律师刚从中国飞到澳洲 来的目的呢就是见女朋友吴珊 两人都是中国人相距万里之遥啊 那来到澳洲本应该是一场浪漫的重逢 他怎料到就变成了悲剧啊 那么问题来了 两人的相爱至深呢为何相见不到24小时 王兆云就对吴珊下手了呢 欢迎来到老贺杂话铺 今天呢我们要探讨的是一起发生在澳洲的悲剧 一个北大才女毕业后留在澳洲 入了集一直等待着国内的男朋友来相会 却没想到迎来的是带着镰刀的死身 1983年吴珊出生在首都北京 出生的时候啊 因为比预产期晚了几天 吴爸吴妈呀就觉得他是姗姗来迟 于是就给他取名吴珊 吴珊的人生轨迹啊 简直就是一个励志故事的典范 北京小巷子里长大的山神 不仅是学霸属性满满的 考入了北大呢可以说是锦上添花 北大毕业后他又直奔澳洲 用实力就闯进了会计界的奥斯卡 普华永道 这一路走来呀 那吴珊简直就是在人生的赛道上飙车呀 他却始终是保持着冷静和清醒 没有被成功冲昏了头脑 然而再完美的人生总有意想不到的转折 王兆云这个剧情大反转就出现了 爱情这个东西啊 有时候啊就像是辣条 你明知道不健康但就是停不下来 吴珊遇到王兆云 这是一个他深爱并最终为他的人生画上了句号的男人 2011年吴珊被公司派往北京工作 期间呢他参与了同学组织的聚会 吴珊呢认识了一个风度翩翩的小伙子 王兆云下大法术才华横溢那简直就是偶像剧里的标配剧情啊 彼此呢都有了这种心动的感觉啊 在确认过眼神之后啊他们就走到了一起 但是爱情里最怕的就是这个控制欲太强的人 王兆云的举动呢明显就是超纲了呀 聚会的时候对吴珊的过分保护 那简直就是霸道总裁的行为艺术 而单独出门那还要时不时的打电话报备 这种种啊都是无声中透露着这段感情潜在的危机 2012年初王兆云呢带着吴珊回到了老家山东 都是农民的父母 看到儿子还找了一个这澳洲工作的漂亮女友啊 那当真是喜出望外了 到了这个程度呢 两个人就开始讨论那结婚的事情 但是啊正准备结婚的过程中 吴珊就突然的得知了一件事 王兆云竟然是结过婚 这个老王啊给吴珊呢编了一个悲情的前婚史 说是被女同学死缠烂打 无奈之下才结的婚 听的还挺动人的 吴珊听了以后呢竟然还心软了 哎呀觉得王兆云呢是一个负责任的男人 那他是怎么想的呢 这故事呢转折点于是也就来了 2012年5月 吴珊的老爸呢查出了得了大病 吴珊呢自然是焦头烂额呀跑前跑后呢 在这期间呢他和王兆云虽然是隔着千山万水 但还是通过电话传递着对彼此的思念 然而呢某一天这吴珊呢就再也联系不上王兆云了 吴珊那叫一个急啊四处打停啊 最后得知啊王兆云竟然是去了一个啊不正规的洗浴中心就被关进了局子 吴珊简直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呀 他的心呢那叫一个凉了 而两个月之后王兆云出狱了 嗯 他的解释啊那可以说是编的天花乱坠呀 他说呢他没有做过任何啊对不起吴珊的事 那天呢他并没有去那家许业中心去消费钱啊 只是在和吴珊交往之前呢去过那家许业中心啊 消遣过给那边上班的那个小姐呢留过电话 警察是通过呢那位小姐的通讯录哎 找到的他的电话 然后呢让他去派出所 王兆云还说呀你要是不信啊可以去派出所去查证 哎你猜怎么着啊 这吴珊呢竟然又相信了王兆云 而且呢他还觉得作为这个女朋友啊 如果呢去派出所去查证这样的事情 他会非常的丢王兆云的面子 嗯既然爱他那就要相信他 也不知道他呀真是 那到底是怎么得出的这个结论 这不仅让人感叹啊 爱情啊真是一个让人盲目的东西啊 吴珊的老爸听到这个事之后呢 更是坚决反对这门婚事 2013年2月啊 吴珊的老爸身体好转了 在吴珊呀也有自己的事情要搞定 那就一个人飞回了澳洲 但是这陶海里啊 总是挂念着国内的王兆云 于是呢就急急忙忙的帮他弄好了澳洲的手续 时间就来到了2月24日 王兆云呢拿着旅游签证踏上了澳洲的大地 吴珊呢接着他就一起去了这个悉尼叔叔家里边呢 蹭了一顿午饭 之后呢两个人又火车嗖嗖的就回到了纽卡素 就踏进了吴珊的小锅 那时候的吴珊呢 估计是万万都没想到自己的人生故事呢 就要在几个小时之后挂上一个永远的句号 案件发生之后呢 警方调除了监控 19点左右的时候 吴珊和王兆云一起回到了公寓 看起来呢还挺恩爱的 完全就没什么不妙的迹象 但接下来发生的事呢 简直就是天翻地覆啊 王兆云在警局里的说辞是 吴珊呢回到公寓没多久 就跟他说要去见一个男的 他呢是一头雾水啊 也没多问呢就同意了 吴珊走之后呢 他还给他发了一条信息 问他啥时候回来呀 顺便让他呢再带点这个头疼药回来 大概晚上9点 吴珊回来了 两个人呢就开始吵架 吴珊突然就提出要分手 王兆云说 吴珊呢拿他和别的男人相比 那把他给气的是不行啊 那两人呢吵着吵着也就累了 也就睡了 可谁知道啊 凌晨三点多啊 又因为同样的事情 他又吵起来了 这回吵的就更凶了 连邻居都听到了 王兆云忍受不了 吴珊的这样的比较 觉得自己呢是为了吴珊来澳洲 却换来了这个分手的结果 那心里呀那叫一个气 他就一时冲动冲进了厨房 拿了把菜刀就朝吴珊动手了 一刀接一刀啊 他说呀当时他脑子里就想啊 这吴珊真是辜负了他的一片真心 等到警察到的时候啊 那把作案的凶器呢 还插在吴珊的脖子上 这一幕啊 简直是太惨烈了吧 2015年4月17日下午2点 澳洲牛省高等法院 对吴珊案进行了终审判决 王兆云故意杀人罪 罪名成立 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 15年内不得保释 并且如果将来得到了保释 在5年的肩外服刑期间也不能离开澳洲 吴珊的父母啊 也到了庭审的现场 他们就坐在第一排 手里拿着女儿的遗像 当他们听到这个结果 无法接受 这个案件的事实清晰 而且作案手法极其的残忍 凶手呢 竟然只判处了20年有期徒刑 而且15年后就可以获得保释机会 那也就是说 在2028年2月24日 这个杀害自己女儿的凶手 就可以大摇大摆的走出监狱 重新获得自由 对此呢 审判官巴顿说 今天的判决是基于大量的证据和背景材料 牛省法律规定啊 谋杀罪的最高量刑事终身监禁 而且不许保释 这起谋杀案虽然在行凶过程中有明显的杀人目的 但是呢 被告并没有预谋是属于情绪爆发 丧失理智 对王兆云的从轻量刑啊 主要考虑他的认罪态度较好 并且没有暴力行为的前科 故此就做出了这样的裁决 这起案件不仅仅是一个悲剧的结束 更是对司法制度的一丝考验 如何在法律框架内 给受害者及其家属一个公正的解释 如何平衡法律的严肃性与人性的关怀 都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虽然说法官做出了裁决 王兆云呢 受到了相应的惩罚 但这真的就公平吗 这真的就是真相吗 老贺其实一直是有这些疑问的 那就是这一切的描述呢 都是王兆云的自说自话 吴珊已经无法给我们答案了 他的案发时是否真的提出个分手 无法证实 但问题是 如果吴珊提出分手 那他大可不必让王兆云来澳洲啊 如果吴珊已经变心 那也不会将他带到叔叔家去蹭饭啊 更不会将他带到自己的公寓当中 王兆云的说辞啊 完全不合常理 也不符合逻辑 老贺认为他们两个人呢 极有可能是因为别的事情争吵起来的 可心内腕的真相 我们再也无法得知 老贺想提醒大家 选择伴侣的时候 一定要睁大眼睛 看清楚对方的真实面目 不要被表面的甜言蜜语所迷惑 一个人的品格 道德 人品 远比他的学历 背景 外表 更加重要 不要等到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才追悔墨迹 对于吴珊的父母来说呢 这绝对是一场无法弥补的损失 他们的心痛 我是无法想象的 但愿他们能够找到安慰 尽快的从悲痛中恢复过来 同时啊 我们也希望吴珊的悲剧 能够给所有的人敲响警钟 让我们在爱情的道路上 更加谨慎理智 好了 您有什么看法呢 请在评论区留言 也欢迎订阅老贺杂话铺这个频道 祝福好人 一生平安